6月21日,维莲王子迎来了40岁生日,四十不惑一个重要的人生节点,剑桥公爵也真正过出了一点不惑的味道。 据悉,1月初时,因为疫情反复,凯瑟琳剑桥公爵夫人的40岁生日过得很简单低调,彼时有消息人士透露, 英女王打算等到6月份剑桥公爵40岁生日时,给自己最信任最喜欢的长孙和长孙媳妇在温莎城堡或桑德林汉姆庄园举办一场奢华隆重的联合生日派对。 按照王室传统,王室成员逢重要的生日时,王室不排除以特别的方式为其庆祝。 此前,在2000年,威廉王子18岁生日时,恰逢女王的妹妹玛格丽特公主庆祝70岁生日, 安妮公主庆祝50岁生日,安德鲁王子庆祝40岁生日。 因此,女王曾经在温莎城堡为他们举办过一个极奢华盛大的联合生日派对。 然而昨天,貌似并没有盛大的生日派对举行。 中午时,寿星带了一块巧克力蛋糕,再次拜访了贝克A社的卖报人大卫马丁。 几天前,正是这位卖报人带着威廉王子在街头体验了一把卖报经历。 有外媒评价现在的威廉王子,这个体面正派的男人现在非常顾家、敬业。 他是一位忠诚的丈夫,一位负责任的父亲,这个将成为国王的男人。 与之前那个在马亦克和波杰斯开派对的懒于工作的威廉早已判若两人。 过去十年多的时间里,是威廉生命中最重要的十年。 从与凯特·米德尔顿结婚,到成为三个孩子,乔治王子·夏洛特公主和路易王子的父亲。 威廉从一个万人迷成了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准国王。 一位王室助手说,威廉与凯瑟琳的婚姻至关重要, 凯瑟琳比人们认为的要坚强、冷静。 她是威廉的精神支柱。 威廉欣赏她的冷静和与生俱来的责任感。 当然,真正造就她的角色是父亲的角色。 威廉的童年是出了名的支离破碎。 她的父母婚姻不幸福,见面也大多是吵架。 最终,她失去了她的母亲。 因此,威廉绝不允许她童年的经历在她的孩子们身上上演。 在成为人夫,成为人妇之后,威廉变得越来越有责任感, 越来越意识到肩上使命的重大。 如今,三个孩子的父亲准国王把更多的时间放在了自己关注的慈善事业上。 剑桥公爵目前关注的慈善领域很宽泛, 主要包括心理健康、无家可归、环保和癌症治疗等。 然而,在其40岁生日之际,威廉王子则再次把目光投在了解决无家可归人群的问题上。 这是她的母亲戴安娜王妃生前最关注的慈善领域之一, 对她产生过深深的影响。 戴安娜王妃生前最关注的慈善领域是无家可归人群和艾滋病人群的生活状况。 虽然私人已逝,但她留下的遗产还在,她的儿子也在继续她的事业。 2005年,威廉成了致力于解决无家可归问题的慈善机构Central Point的王室赞助人, 随后又成了流浪者收纳机构,The Postage的重要支持者。 Big Asia正是一本支持无家可归者的杂志。 生日前一天,威廉不仅登上了该杂志的封面, 还专门为Big Asia杂志写了专稿来表达她对该杂志的支持。 在文章中,威廉写道,11岁那年,我第一次和我的母亲一起参观了无家可归者收容所, 她以自己独特的风格决心揭露一个被忽视、被误解的问题。 在此后的30多年里,我看到这个领域的无数项目不断壮大, 包括我有幸成为赞助人的相关慈善机构。 戴安娜已经去世25年了,但这位善良、美丽、优雅的王妃对儿子的影响是深远的。 同时,威廉还表示,她也会让她的孩子们追随她和戴安娜的足迹, 继续关注这个在她看来终有一天能得到真正解决的社会问题。 威廉表示,在未来的岁月里,我希望能让乔治、夏洛特和路易看到这些了不起的组织做着鼓舞人心的工作, 支持那些最需要帮助的人,就像我母亲曾经为我做的那样。 40岁是人生中非常关键和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的转折点。 威廉在用心践行自己使命的同时,也在用一种很含蓄的方式纪念着自己的母亲。 同时,威廉貌似也想提醒王室她的母亲曾经留下的一切。 虽然目前英王室的格局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与她的弟弟哈里王子在提到戴安娜时,只有失去的伤痛不一样。 威廉王子从不提及自己的伤和痛。 尽管失去母亲带来的伤痛之余,她一点也不比哈里感受得少。 威廉这种深沉的方式也得到了王室的回应。 6月21日一大早,英女王在按惯例给孙子送生日祝福的同时, 也重申了戴安娜王妃的地位。 老人家的生日祝福里包含这样的句子。 威廉阿瑟菲利普路易斯王子,是威尔士亲王和威尔士王妃戴安娜的长子。 她于1982年6月21日晚上9点03分出生在伦敦帕丁顿的圣玛丽医院。 自从戴安娜王妃去世后,除了她的两个儿子哈里王子和威廉王子 会偶尔在公开场合提及她们的母亲。 王室其他成员已经有多年没有在公开场合提及过这位已故, 却仍然保留头衔的威尔士王妃了。 在长孙40岁生日的大日子里, 女王极难得地提到了这位曾把她气到过头脑发昏的儿媳妇。 毫无疑问,这里面包含了肯定和感谢。 当然,这里也不排除有一丝对威廉的歉意在里面, 毕竟老太太因为形势所迫, 最终还是违背了不让卡米拉做王后的诺言。 英国王储查尔斯和妻子卡米拉在白金喜年庆典中获得了很多关注度, 尤其是在王室内部,两个人已经获得了威廉夫妇的支持, 所以卡米拉的自信心也上来了。 我们看到两个人开始在社交平台秀恩爱, 出席活动更是开始打扮了, 尤其是卡米拉。 她最近陪查尔斯出席活动, 虽然年龄已经很大了, 但是卡米拉还是戴着墨镜, 看上去气场非常强。 如今来看,卡米拉成为了这场活动最大的赢家。 她成为王后的道路上已经没有什么阻碍了, 过去英国人还想着戴安娜, 如今英国人已经明白了, 卡米拉将要成为英国王室未来的王后了。 伊丽莎白女王对白金喜年庆典非常看重, 她不愿意在这个庆典上出现任何不和谐的画面, 所以王室成员在这一次的活动中, 除了对哈里夫妇有所排挤之外, 对待其他人都很热情, 尤其是威廉夫妇对待卡米拉的态度更是有了变化。 威廉为了让王室的形象有所提升, 她放下了过去的恩怨, 开始主动和卡米拉进行交流, 这也表明两个人的关系已经破冰。 未来的王室之中, 威廉不会反对卡米拉成为王后, 而卡米拉也不会阻碍查尔斯和威廉的父子关系。 卡米拉对于自己的未来只有一个希望, 那就是希望自己可以成为英国的王后。 她很清楚只要能够活得足够长, 她总会超越曾经的丹安娜王妃, 即便后者创造过很多辉煌, 但是时间会冲淡一切。 如今连威廉都开始放弃曾经坚持的事情, 丹安娜在英国王室的烙印已经没有太多了。 卡米拉在完成了这一项任务之后, 也开始自信心强了起来, 她在活动中的气场也好了很多。 我们能够发现, 卡米拉在白金喜年庆典中表现出来的低调, 更像是故意为之。 卡米拉最近和查尔斯在出席活动的时候, 一同戴墨镜, 看上去两个人并不服老, 这位老人的气场确实很强, 不得不说卡米拉比很多王室成员都有耐心和诚服。 这也让她可以在英国王室一直待下去, 最终伊丽莎白女王屈服了, 威廉夫妇也屈服了, 她将要成为英国王室未来的王后, 哪怕很多英国人都不喜欢她, 对于卡米拉来说, 这样的生活多少有些痛快。 她要用行动告诉那些反对自己的人, 即便对于这个结果有什么不爽, 但是她们没有任何办法。 随后的日子中, 伊丽莎白女王更多的时间会在温莎城堡中静养, 而卡米拉将会逐渐代替曾经的费利普亲王, 帮助查尔斯去掌控整个王室。